本港新增69宗新冠肺炎确诊个案 本地占64宗 当中19宗源头不明 初步确诊有80多宗 两个确诊或初步确诊者死亡 确诊数字回落 但在有屋邨和一大厦出现多宗病例 东头村贵东楼有4个单位 录得一共7宗个案 最早1宗在星期二确诊 当局说其中3个单位的个案 分别同日出康城九旗地盘 跳舞群组和工作的地方有关 剩下一个单位的个案源头不明 其中两个单位在同一层 有两个单位同坐向 当局为了审慎起见 回到大厦派样本津 呼吁市民不要调以轻心 这一时刻都有80个以上初步样性个案 所以其实明天的数字就不一定是少的 今天好像少了一些 可能是因为有时候送样本各样的情况都未定 其实不可以只说一区 其实很多区都不少个案 所以可能大家就不要说 只是觉得自己的区没有个案 或者有个案 其实都是要留意的 确诊个案也都包括在炮台山电器道 冯明杰医生诊所一名35岁护士 他星期二不舒服 同日最后一天上班 也都有家人确诊 至于前一天确诊的中建大厦李念黄医生 在星期二不舒服和最后一天上班 诊所已经关闭 当局呼吁传染期内的病人做检测 广华医院有支援服务的员工 星期四清洁过确诊病人的病格 无大合适呼吸器 需要隔离检疫 同样一名隔离病房女护士 星期五发烧 发冷和轻微咳嗽 到急症室求诊 检测初步确诊 他在星期一至星期三休息 星期五最后一天上班 在潜伏期间曾经与亲友共线 未肯定感染途径在社区或者医院 一个护士用餐的时候 曾经短暂时间没有戴口罩和他聊天 列为密切接触者 燃油群组方面 跳舞群组多四个人确诊 日出康城九旗地盘多一宗 亚洲博览馆社区隔离设施多两宗 将军澳南田隧道多一宗 无线电视记者 李游昆报导